無可否認 這間酒店的性價比真是突破天際 Hello Everyone 我是小Sunny 多謝你再度收看《窮人爆房》 首先介紹酒店地理位置非常優越 正正是和旺角新世紀廣場相連 不單距離地鐵站只需要三分鐘路程 而且整條路線都是廣場的冷氣路線 堪稱嚴嚴夏日之下最完美的路線 再加上因為和大型商場相連的緣故 酒店附近所提供的商店、食肆、娛樂絕對稱得上是豐富 甚至乎我將它譽為最無可挑剔的五星級地段都不為過 因為在第一次入住的時候 酒店房間編排了我在最尾房 我知道尾房的設計和普通房的設計會有所不同 所以我馬上又訂多一晚酒店進行拍攝 於是今次我會一次過介紹兩間酒店房 敬請期待各位 經由酒店APP訂房 基本房間價格大約為500至600元左右 以五星級酒店來說已經是超高的性價比 酒店不設有吸煙流層 但是就設有泳池和健身室 而且採用先到先玩制度 不需要事先預約 看房時間 先由美房開始 官方佈基本房間面積為33平方 空間感絕對充足 美房的環形電動大窗絕對是一大特色 個人感覺真的有點像舞台的借幕大窗 雙人床是clean size雙人床 舒適到一樓 床頭位置的插座和USB位都很充足 就只可惜電視並不是Smart TV 浴室空間同樣充足 而且是採用浴室和浴缸的分離設計 不單可以同時使用 甚至還可以增加浸浴體驗 曾經在手上用浴缸的角色 超級油膜的圖片 薄膜的插座 很像進入浴缸 在手上用浴缸的刀 柮酸的圖片 越來越來越來越了 最新鮮的水 越來越來越大越 越來越香 再帶大家看看一般房間 同樣面積為33平方 無容置疑的空間感 當然設計會和美房略有不同 但風格方向是一致 雖然沒有了環形的大窗 但是我個人感覺更加喜歡這間房的設計 由片中所見這間酒店的房間保養得宜 而且亦與時並進 確實是難以想像這間是超過20年的酒店 五星級的評價真是當之無愧 火花式的計畫 我是小Sunny, 又在這裡和大家見面 請大家多多指教 適逢期會, 五千元的現金券我終於都儲齊了 毫無疑問, 我百分之一百是完全洗到我的拍攝上 所以我是換了一個新鏡 不過by the way, 這些都是題外話 講回我們的主角酒店 這間酒店一來我一定先給他一個評分 他絕對值五星級的評分 首先是他的地理位置, 性價比 甚至乎他的服務質素, 酒店設施 全部都非常齊全, 甚至乎是好的 而一間這麼好的酒店, 性價比這麼高的酒店 亦都會伴隨著他一些無可口非的問題 沒錯, 以下就是他一些雞蛋裏挑骨頭的問題 有很多酒店都避免不了這些問題 所以在我來說, 其實這些問題都不是問題 首先第一件事, 就是他的排隊時間 昨天我入住這間酒店的時間是四點 當時的龍是打了蛇餅的 基本上我是一到步 我見到那條龍那麼長, 我已經馬上投也不回 走去吃東西 回到來, 那條龍的確是小了一點 但是我都要排9個字以上的隊 大家可想而知是多麼虛陷 另一件事就是他房間的問題 性價比這麼高的酒店 竟然都是採用普通的電視 而不是Smart TV 是有少許失望的 不過我相信這個都不是特別大的問題 其實不是每間酒店都採用Smart TV 其實這個我覺得是一個優惠 有和沒有都不會影響觀感 所以這間酒店的缺點 真是大家自己評價 毫無疑問, 這間酒店我是很推薦給大家 因為它的性價比和質素都很高 希望幫到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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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